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央行已经宣布降息 降息25个基点 这是四年来的首次降息 这个对于全国 对于地产界都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但是这样就对一些喷房党 贩帝党就让他们的冤枉落空了 是吧 有哪些 具体称入 首先他们就预测降息 这不可能 所以他们的判断就失误了 他们同时希望房价大跌 让他们期望落空 我们给你看看这几个人 那接下来讲一下枫叶银行分析师的惊人预测 这里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 只是对一些期待降息的网友会觉得震惊 加拿大枫叶银行经济学家Derek公开表达惊人的言论 2024年加拿大可能不会降息 这是江明哥 他是觉得不会降息 还有谁啊 还有北美在线他也在一个视频里说过不会降息 我们听一听 所以不难看出加拿大央行6月降息的计划可能已经成为泡影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我要 然后这个北美在线还预测加拿大的房价还会继续下跌 加拿大是2024年是一个大跌的崩盘年 做了它的主要论调都是房地产会大跌 对 我感觉这个还挺多的 希望房价大跌 希望不降息 然后最后房价大跌崩掉了可能还挺多的 不过你想一想 其实政府也不希望它变换太大 是不是 要软着陆 比较硬着陆 是的 其实加拿大房价还不算是很高的 虽然是一些好的校区是有200万 100万 但是在稍微偏一点一般的地区还是有很多七八十万 特别公寓有很多五六十万都是很多的 所以说房价不是非常的高 而且也有很多甘虚 甘虚在等着进场 甘虚很多人手上拿很多钱在等 是啊 其实熊哥我呢是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恨房党 判叠党 就是来加拿大五年 登了五月份的数据 五月份的数据乍一看 我们感觉它是跌的 结果呢 你看这第一页 它是跟2023年的五月份相比 它是跌了 同比看一下 跌了3.2% 都跌了 就说独立跌了32% 你感觉跌的不多 我认为它是可能 没有成交 就是有成交 但是我认为有的人进去抄底了 他抄的是两房的底 对啊 对啊 有可能这个很难说 它不知道你原来多少钱 你知道成交多少钱 就是你在时候买的都是贵的嘛 都不买便宜的 就便宜的卖不掉 贵的才会卖一点钱出来 对 因为现在是觉得那个两房的生价比相对高一点了 所以金价就很难说明问题 对 很难说明问题 所以你现在如果手上有50万的话 有的地方你还能捡到两房了 对啊 我们之前说 两房会比较好 两房的话这个性价比很高 因为两房这个一个家庭 是啊 虽然所以说这可能拉高了一点点房价嘛 就是说抄两房的人 对 便宜的会卖不掉 它就往高的买了 从这一个总体来说 这个图 这一个表总体来说 就是说平均价格是跌到2.5% 就是说所有的房子 但是我们来看看每个月的情况 嗯 环比是吧 对 你看 环比看看 5月份这个平均这个平均这个是average price 平均价格是116万5789 比4月份 嗯 涨了1万 哦 还涨了一点 对 你看虽然它是跟 2023年5月份是跌了嘛 对 对 跌了一点 但是现在已经有上去的趋势了 慢慢在上 慢慢上涨还是在慢慢上涨 对 看不出来但是会慢慢上涨 是的 是的 因为是从 呃 11月12月是跌了挺多的 跌了10万 比 11月比10月跌了10 10万 然后从10万开始就慢慢上涨 嗯 你看都是一直上涨 对对对 然后我们从那个中位价格就说medium price 不是平均价格中位价格 其实已经达到历史水平了 5月份 你看 嗯 100万零五千 最高的时候是 这个100万零 2500 是2022年的4月份 嗯 对 6月份呢 现在才刚开始几天嘛 但是还是有上涨的趋势 那个中位价格 对 所以就慢慢涨 对啊 并没有停 并没有停 是啊 是啊 所以说这个还是刚需 呃 刚需有很多 而且 特别是过去两年 两三年吧 那个因为利率很高了 很多刚需都积压在那里 嗯 对 现在刚需感觉就是很多 但是他也是害怕进产 或者说怕 怕那个买贵了 只是说怕买贵了 但是如果一旦 价格疯打起来 马上就会跳进去了 是的 肯定的 因为钱都是债的 只是说有的人觉得 嗯 我现在买会不会亏 然后一旦发现 人家所以说要追涨吧 嗯 只有看到涨才会 才会那个着急嘛 你现在都不着急 就越便越没人买 越贵越人买 就是这样 对 买涨不买电 是啊 嗯 那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看看 就是说 降息以来 这三天 这个房地产市场的 呃 卖出 成交了什么房子 然后呃 卖出了什么类似的房子 成交价格是多少 其实 其实变化挺多的 其实变化 信息 马上市场马上就到得转了 就因为这是一个实际的信号 嗯 我们先把这个 就是说过去三天 三天 收出的 三天 哇 三天都有卖这么多吗 挺多的 呃 还行吧 也不算挺多吧 反正都是整个 三天 一个才三天而已 一个才三天而已 每天都有这么 你看 你感觉不出来 每天都有成交 好 我们先看看市中心 市中心 成交什么房子啊 Condo还是多 Condo 就是60多万 70多万 有个58万 对 58万 58万 一家 才一车库啊 没有车库 没有车位 只有一房 一室一厅 这个还蛮贵的 感觉 58万 为什么这么贵 但是它是在市中心 你看一下吗 这个东西怎么这么贵 58万 新房 新房 58万 也没有 哎呀 我好多 哎呀 这个staging 这边没有staging 就是一个新交的一个房 但新房 58可能他们买的是贵的 就是有可能它 对 也不会赚多少钱 因为它这种新兴的刚刚改好的 我可以看到CN Tower说的 呃 景色还是挺漂亮的 它 没看到CN Tower 也值钱一点啊 对 它也是个 呃 也是有点有点那个 他还知道 它不是四四方方 你看这里是有点斜的 它是为了外表设计好看 对啊 嗯 然后你看这些是70多万的 也有70多万的一加一了 有车位 这个87万的就是 这都没价 这个好啊 这个二加一 这个好啊 这个80多万就能买到三间法 这个楼林是 呃 还可以吧 挺就十年 十五年吧 这个 但是这个房大 700多 它是三房 800 900只 但它700多的管理费还可以 稍微贵一点点 但是也还好 在这种地方 嗯 York 哦 The Fort York 这也是在于说进 哎 这个有点旧的房子 对 这个房子有点旧 但这个价位买起来 还是不错的 你看它那个景色很好 你看那个晚上 哇 是不是在了 发现 你看 他看了CN Tower 你看 对 但是这个经济有点不太好 他搞的照片太小 所以 所以我觉得它是影响 它的一点 这个店不行啊 这个店也能放一个 放一个房间吗 感觉可能也不是那么好 但是也卖掉了 不是 80多 对 就是如果二加一的话 基本上能住一大家子 你不用 你不要买那个 对啊 看这里有60万的 也是一加一 对 这个我们在 这个在Roger Center边上 一加一也还不错 感觉也说起来都便宜 但是 真的去买也不会那么便宜 那我们看看在这个斯加堡地区 可以看到独立屋了 斯加堡最近也有些成立的 100万 100万 这个可以 这两个 这个也很不错 然后再看这个 哦 这些也是康斗 康斗也是 其实都玩 这是比较新的 这个是独立房 也是一百 一百一十 几万五千 404 在四 就在那个那边 另外60 那边看一下呗 太古 进太古呗 好 进太古 这里是 120万 120万 是link的了 独立房现在也买不到了 link 他也 是一个车库的 就是单车库120万 又涨回来了感觉 对啊 120万好久以前就是这样 又回来了 感觉就跌回来 然后商车库的就130万 这就是差不多这个家 这个差不多疫情开始就涨到120万 就差不多就这样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名校区 就是个万景这一代 名校区你就买不起了 你只能买个非后啊 120万 两百万 对 这个是四三二 这个是markville 我下去了 对 markville 的 这里有一些 你会往那个往上走一点吗 那边 那边 那个brook也是名校啊 对 这里是 万景都是名校区 这一代吗 就是这一代 townhouse可以买到一百万 可以 可以安家了 这townhouse 这是大一点的townhouse 这是有管理费的townhouse 这个不好 然后这个没管理费townhouse 就是也是120万了 为什么也120万对 这一个townhouse也是120万了 118万 你是愿意住在泰国附近买个120万还是在这里买个townhouse120万 要看 要去看看房子才知道 还是新一点吧 就是泰国附近没有新房 泰国方面没有新房 但是人家link也算独立屋嘛 也差不多了 这里有一个 九 九十多啊 九十三万的 这可以 这个水房应该也不错 新房 靠近街边一点点 这不是bet to bet的感觉 有点像是bet to bet 没后院 就是没后院 你看 应该是没有后院 有bet to bet有时候住的 还是不住 他这不是 他这有后院 有后院 所以这个 还行 还行吧 他就是楼上还是地毯 就原来是怎么样 就怎么样 还有地下室呢 还有一间 他就是没后院 你看他就是这种 这种后巷 对 他后院靠街边 他所以他的 他没有 没有那个后院 后院是二楼 我是这种 汤号子都三层 所以就走起来 不适合有老人 你这个老人家 当然 跟年轻人可以走了 我们再看看 列治文山 列治文山 也是比较出名的 没有便宜的 130万 汤号子 这个独立屋 180万 四射 这个确实回来了 我就说就回来了 回到以前那个跌回来 就是加息以后 回到那个状态 这个无管理费 证物是130万 觉得这个 127万四封锭 也不错 对 而且这个是两层的 不是三层的 这个 这也叫做 这看不到 对 这都挺好 两边都是双车库 它一个单车库 有没有 感觉要压力 有点压迫感 但双车库了 肯定也贵了 肯定是 对 这个还不错 这新的建筑 对 这个 而且只有两层 我感觉没有三层那种 还跟层高低一点 那么压抑 不是那种 这有九尺吗 感觉 这一定有九尺 这是挺新的 我主要感觉 它里面挺大的 特别那个第二层那里挺大的 是啊 还是就两千年左右的那种风格 对 特别这种 浴缸 还有这种浴缸 就是说泡澡浴缸的话 有按摩池浴缸的话 就显得里面 一般里面稍微比较大一点的 嗯 你可以把它拆了 改成淋浴 它这个地下室 这看到后院 还有点小后院 还可以的 它都硬化了 这全硬化了 这变成那个 还挺好 对 所以说 这种独立屋都是 好一点的 都是接近两百万 就四十二的 在好学区的两百万 然后四家宝 可能能逃到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五 嗯 然后我们去看看那个 密室 密室 我们上次做的那个 叫做梦路大厦附近 嗯 怎么 诚哥现在关注地点很多呀 带观众们这里看看 那里看看 感觉一下多人多周边都看完了 只要要大家都 就是说视野宽阔一点 看看周围的那个房子怎么样 这挺好的 其实这几个大的都带大家看一见 都都可以多一点的感觉 好我们看这一四个密室 三家这三房两位 三两位才买 才五十五万五成交 哇这个密室还是不错的 感觉你要真的要 房价还是比较低的 房价比较低 特别这 它是疫情前是涨得很厉害 疫情时候也涨得厉害 现在又掉回来了 但主要 地板一点不是很好的 对 我感觉主要 天有多大了一点吗 价值区还是在市中心的公寓 还有北边的列治文山万景的 这些好学区的地方 这个房子比较大啊 天这么大 是这个是比较大 而且风景也不错 窗也大 天夜很多 主要是在地板 还是很老旧的 而且它这个 取暖还是用电 所以这个还是很旧的一个房子 所以管理费多少了 我们看看它的其他情况 1000多了 有点长不起来的样子 这个房子可能只能自己住啊 或者投资 就是有点 你看在这里附近的公寓 都是不是太贵 所以在Squareland附近 这有个70万的两市 两位两个车位 你看多少管理费 这样有两个车位 车位都是要减的吗 这个779 那还行 就是说这个价位 就是说比市区 市中心那个还是好一点 它这里 看是缩小点 这里也有150万 你看这里 只要是独立房子 土地房都是上150万 这双车库150啊 还是便宜一点 稍微便宜一点 但是已经150了 看看它130 这也是双车库 这个130是稍微便宜一点 然后就靠湖边一点 有个80万了 为啥80万 这没有啊 这是个老旧的房子 这是个老旧的房子 非常老旧的房子 它都不给你看里面 有可以看 这是一个小小小房子 好可爱 小房子 所以才80万 你看 叫你重建了呀 这个房子买回一般 要重建 对 所以大家就 有这个心里 就有个这个印象了 就八九十万 都是不设置太好的房子 有个独立房来说 稍微好一点的 都是120 130了 然后甚至上到150啊 180了 你都看 你看到那个80万 那个是不是靠虎 靠西啊 刚才80万这个 靠着 你看 等等 你再看那个小西 点进去看 它在靠的一个小西 是不是有可能可以 你点 就在这第二点鼠标 这里点进去看 他没有靠到西吗 你不能靠到西 这个好 这个好丢啊 它不是 它不是另外一边 它如果是另外一边 就非常好 那边小西 可以 可以在后院 你知道 那个小屋 可以直接把 把卡亚克 放到水里 然后滑到 滑到湖里 如果后面有小西 或者有上下船的地方 那就肯定是 至少再加个 二三十万 我以前公司 防御 team里面 有一个manager 他就搞了一个 他重建了 他就是 后院卡亚克 放卡亚克 所以总体来说 多人多的房价 还是比较平稳的 所以说 恨防党 判跌党 就是 另外有点落空 感觉现在 有点落空 差一点点 就要达到大跌了 但是还是没有跌下去 现在又感觉回来了 各种还在观望的朋友 尽量就说 不要跟恨防党 判跌党 跟得太多 看他们的视频太多 会影响你们的心情 而且最重要 你要现在 先去看看市场 你要约个经济 去看看房子 就算你不约个经济 去open house 看一下 跟开放屋的经济 聊一聊 去看房的人多不多 然后 看 比较只要看市场 要有自己的判断 就不能说 你想要一个绝对的 绝对的低价 因为所有的人 都在等着 你有可能 你等不到 那个最低价 别人就抢走 我最近这两个礼拜 星期六今天 都有去看开放屋 就是在万景这一带看的 都要抢offer 现在都要抢 万景是最牛的地方 是不是 万景抢 对 他有的开价 大概是九十多万 一百来万 都是要抢offer 这里 现在已经开始抢offer了 对啊 今天加一加西根 而且不是小抢 有可能是多的 现在我听经济来说 也不算抢得很高 但是已经都是这个姿态了 就是说 没有说不抢offer的房子了 又开始了 是吧 对 又开始了 所以说 我说现在还是买房的时机 就是说他现在抢offer 还是不是很严重 不像以前 二十个offer 三十个offer 现在一般就十个 还有的谈 可以谈 对 有的的抢offer 抢不成的话 你还可以去谈一下 再减一减 再减一减 也是可以的 对啊 所以感觉最低潮已经过去了 现在要再讲跌 百分三十 其实跌了百分十了吧 大概有说 百分十也是有的 应该是有的 十几也是有的 但是就是说这个 看谁 谁就觉得到 到没到位 就是看个人 个人心里 对 对 所以说 还是到市场上去看看吧 嗯 不要太沉迷于汉房党 汉叠党的视频里面 嗯 多看看我们 熊哥带你 带你看房 多人多周边都看完 好 对啊 好 我们这期视频 就先到这里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请多多点赞 关注转发 并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 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 和Discord讨论群 支持我们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